中国空军早就展开了异形机之间的联合配合演训 而美国空军现在刚刚为F-35隐身战机 与F-16战斗机的合作而感到欣喜 看来他们真的落后了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 中国空军主力战机中的三舰客 殲-10C殲-16和殲-20之间进行异形机训练 已经习以为常了 特别是有些装备了殲-20战机的部队 同时也列装有殲-16 让重型隐身战斗机与重型非隐身战斗机之间联网作战 可以弥补第三代战斗机 隐身能力和态势感知能力差 而隐身战斗机载弹量小 这两大短板是一种1加1大于2的组合 如果我告诉你 美国空军的隐身战斗机 与非隐身战斗机之间的协同作战 才刚刚开始 你敢信吗 反正不管你信还是不信 美国人在这方面还真的又落后于中国了 据美国战区专栏报道 在威斯康星州的一次演习中 F-35B F-35A 两款隐身战机 首次保护较旧的非隐身F-16V战斗机 以便这些战机能够携带更多更大的导弹 来对抗模拟的敌军 包括对方的战斗机和许可导弹 美国军方表示 这正是在未来任何高端战斗中所必须的团队合作 例如在太平洋上对抗中国的战斗机 据报道 F-35和F-16的组合在这次合作训练中验证了一些战术 第一 由F-35负责探测莱西的巡航导弹 然后再利用F-16较大的载弹量 进行前出拦截 可以其他的弥补 F-35内部弹舱只能携带四枚空空导弹的尴尬 你也可以理解为 在防守作战时 隐身战斗机与非隐身战斗机的组合会非常有效 第二 F-35利用其更先进的态势感知和电战能力 帮助F-16V提升其战场生存率 用美军内部人士的话说 F-35可以对一些威胁性较高的目标实施提前预警 让F-16保持在一个可以生存的位置 并尽可能的长时间战斗 F-16CD战斗机开始采用新型的ANAPG-83有缘相片力达 可以更快更远距离的发现目标 甚至是更小的目标 然而F-16升级后的态势感知能力仍然无法以F-35相比美 F-35拥有实力帮助F-16提升生存力 特别是F-35有多机联网共享信息的能力 等于将接着对预警机的依赖 提升了作战编队的战场应变能力 用美军的话说 F-35拥有强大的通讯和数据共享套件 使用专用的隐身多功能高级数据链 而这种数据链是一种传输速度很快 并且能够实施定向通讯的链路 允许不同代表的战斗机在高威胁环境中实现安全传输信息 协调战术和交战 美军认为在决定战术环境中的成败时 共享信息以飞机拥有的导弹总数一样重要 而且F-16更好的机动性能和飞行速度 也能弥补F-35肥电战斗机的战术缺陷 第三 这次演习 F-35与F-16混编的蓝军获得了胜利 战损比为60比亿 其中第一天有一架飞机损失 而第二天蓝军没有遭受任何损失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 美国军队的这次F-35与F-16的组合 对中国有什么启发呢 其实这只能证明我军西一代战斗机发展道路的成功 因为中国原本就同时列装了隐身战斗机和非隐身战斗机 而且一直在推动异形机之间的联合训练 特别是歼20以歼16和歼10C的协同 通过战术组合更大限度的发挥歼20 态势感知能力强 信息处理和数据链性能监禁 隐蔽性能突出等优势 又能发挥歼16载弹量大 航程大 机动性能强等优势 更好的协同完成作战任务 在这方面可以说美国人刚刚转向 他们又落后了